为了辅导更生人能够更快的融入社会 并且在年终之际关怀较为弱势的更生人 南投地检署与更生保护会 日前在埔里京都餐厅举办关怀更生弱势家庭 春节送年菜的活动 希望在这年关将近之际 让更生人与弱势家庭能够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 我们准备了135份的年菜 那除了是送给更生人的家庭之外呢 今年也还有送给且老山庄 还有其他的人爱之家 以及成仇儿少家园 还有其他的一些弱势团体 那因为司法的本质 本质上面就是有争议以及关怀 所以除了追逐犯罪之外呢 地监署这边在社会关怀的活动也都是不遗余力 那希望借着这个送年菜的活动 能够将这一份爱呢 传到这些有需要的弱势团体 那希望在这个年节的关怀活动 让他们有感觉到有勇气 能够重新再出发 台湾更生保护会 南投分会 主任委员向恒达表示 感谢林静才社会福利基金会 提供这次所有的年菜 也希望社会上的一些善心团体 能够多关怀更生人及弱势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 感谢这次我们很多包含内政部医政署 工艺团体还有18度C的巧克力工作坊 来协助办理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在此特别也一并的感谢他们 那也希望我们社会有心人士 在针对我们一些弱势的团体 能够更来关怀他们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更祥和 先远吴国昌 感谢南投地监署的用心 能够来关怀更生弱势族群 也希望更生人在社会的鼓励 以及伸出援手帮助之下 能够对社会有贡献 那么我们的更生人 平常在社会里 有需要很多人来给他们鼓励 来给他们关心 他们只喜欢做人 因为他们都会 不鼓励我们得减少 跟我们来保护社会 真的用心 就是要给这一些更生人 能够重出社会 做对国家社会更有贡献的事情 重点 那么最主要就是要给他们 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社会人人都在关心他们 这是最大的意义 副委长潘玉泉 肯定南投地检署 辅导并关怀更生人的用心 仍难免一时失误 也希望社会大众 能够给更生人一次机会 让他们能够继续努力 为社会来做贡献 记者程伟一 普理采访报道 先生 请记者 如宝兰连 都在家里面